国企改革每一步 都是解难题闯难关 当时这个松王华先生 就是呼应了我们企业家的愿望 整个气氛变了 整个社会的氛围变了 就是改革有理了 不设计 你就不可能形成公社 那可能企业大批勒在那地方就等死了 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列车车轮生产基地 改革者你不会说呢 听到责难他就停止了脚步 焕发活力的国企 正向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奋力前进 大型吊装船天一号 要将150米长重3600吨的巨型钢梁 运送到6公里外河对岸的驾梁现场 这场国际大协作 比拼的是体系实力 技术研发 装备水平 制造能力 人才储备 高端材料 这些都是改革历练出来的能量 如果把它成功建成的话 那它可以最后去申请这个桥梁界奥斯卡金架 十二五以来 中国企业海外承包工程总额 央企占了六成以上 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在世界五百强中占到八十二席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总资产已突破一百五十万亿的中国国有企业 依然需要在市场的风浪中 批拨斩浪 奋勇向前 每个人都渴望放飞梦想 四十年间 追梦的人们为社会创造的财富 冯爱倩一屋最早摆摊的小商贩 我家里八个人 五个小孩 真要吃饭的是 今天晚上收到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 1982年8月的一天 义乌县政府大院的通告栏里 悄悄贴出了一张 允许设立临时商贩聚集点 摆摊卖货的通知 我那好像是 神都好多上天一样那么高兴啊 我下乡插队在这 我六十多年前出生就在这 1992年 刘永好短短一年 就收购了36家饲料企业 我们看到这个报纸啊 特别的激动 我们几个兄弟那天晚上 几乎都没有好好的睡觉 我们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变化 2010年 只有13岁的吉利 并购有82年历史的沃尔沃 我是认认真真研究 邓小平理论的 认认真真研究世界上全会以来 一系列的政策方程啊 你就研究这些政策方程 没有说不能突破 不能创新 不能搞汽车的 2001年12月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第三天 国家给李舒福 发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 汽车生产制造销售许可证 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已达2700多万家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